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速公路上面开呢 还是在一个旷野 都没有人的地方开 还是说面对一个深渊 或者面对一个峭壁 他能够这么开 这有关系 他的本事好不好 所以我们有方向的话 你这个向量是向量 它上面一定要打个箭头 表示 那么在书上面 你们教科书上面 它就不打箭头 它是一个比较粗体的字 A 画得比较粗 又黑 表示向量 那这两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一样呢 在我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向量都是这样子 翻开书 哇 都是箭头 有一个效应 就是看了五分钟 我头就晕了 因为都是箭头 所以后来改进成为这种样子 那我们写 为什么又不这么写 要这么写呢 因为你这样子写的话 你写一个字要描个半天 对不对 描个半天 那么到底多出才算了 那么 所以不方便 我们写还是这么写 记住 以后都要这样子 然后呢 一个向量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的方向 跟大小 把它分开来写 比如说这一格一格 就是一个单位 一公里 或者一公尺 或者一公尺 每秒 一公里 等等 这个叫单位向量 那么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就是七个单位 于是这个向量A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U 方向是这个方向 大小是A 没有打箭头 就是代表A向量的大小 你也可以这么写 先写大小 再写单位向量 这个单位向量不一定要用U 比如说 迪卡尔坐标 我们有IJK 表示在XYZ Z轴上面的单位向量 也可以 也有的书上是用这个 表示单位向量 也有的书上是用R 比如说 用R表示 单位向量 很多方式 那么像这个也有的用X YZ 表示 那么你一定要呢 向量 要写好 你不要把这个A 就直接写成这个 那么这个A 其实它是表示 向量A的大小 它是表示向量A 它是表示向量A的大小 A是等于这个 那么U呢 它就是向量A 被它的大小来除 这个是很基本的 将来向量存量 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现在从 我们现在需要的开始讲 第一个讲 T度 Gradient T度 将来用的很多很多很多 什么叫做T度呢 我们虽然可以用一句话 把它的定义定出来 但是你听了这一句话 你还是听不懂 因为它非常的深奥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不用一句话来讲 我们先讲 这个现象 比如说 我在一个空间 这是三度空间 这是三度空间 假定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 这个是Z轴 我们空间里头某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它的坐标是X Y Z 因为画立体的不好画 而且画出来 这个在黑板上 会很乱 所以我们就用二度空间 Z我们就不画了 好 在这个位置 有一种量 就是说 这个空间有一种量的分布 我们就用纯量 纯量 用F来代表某一种纯量 比如说温度的分布 这个地方多少度 另外一个地方 又是多少度 或者是 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形 不是平的 是一个丘陵状 丘陵不会两边都对称 对不对 它四周都不对称 所以有的地方比较陡 有的地方比较 上坡比较缓一点 于是我们在它 同一个高度的地方 画出来 同一个高度 跟高度一样了 这一点高度是F 那么 我们往某一个方向 做一个位移的话 这个方向的F就变成F 加上DF 就是说它的F值 就有一个增量 有一个增量 这个地方是F 那么 做一个DL的话呢 DL的位移 当然它的位置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Y 就也有一个增量 增量 Z当然也有增量 我是没有画出来 就变成F 就变成F 加DF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F 怎么 怎么计算呢 F跟什么有关呢 那我们可以用微积分的概念 我们说 DF 就是说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量 存量 F的差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 我们说 我们说它可以用 比如说 迪卡座包 我们用IJ可以来表示 I J K 三个方向 在I的方向 这个F有变化 从这里到这里有变化 从这个方向也有变化 它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假定你知道它的变化 就是说 经过一个小小的X的距离 它的变化就变化一个Delta F 这是X方向 Y方向也有变化 是这个 我的F在Y方向 Y方向没有一个增量DY的时候 F就有一个DF的增量 那同理的Z方向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DF 我们用微积分的观点 它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 从F 做一个DL的位移以后 它的F有一个增量DF 那么 这个DL是什么呢 DL就是位移啊 三度空间里头的位移 我们可以用 DX 加上J DY 加上K DZ来表示 这个就是位移 Displacement 好 那现在我们定义一个量 定义一个量 我们定义 就是我们另 三角形倒过来 画 但是上面要加一个箭头 就表示这个 我们念DL 叫做DL 它是一个向量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在迪卡尔坐标 它是这个 它这个不完成 不完全 像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这个微分是 operate在 存量F上面 这个没有东西啊 那这个叫什么呢 它不叫一个量 它叫一个算符 operator 这个是一个operator 算符 它是一个算符 那么 当这个算符 作用在F上以后啊 那么它就有意思了 我们现在另 比如说我把这个算符 作用在一个F上面 把它作用在F上面 它就变成F partial X 在J partial F partial Y 再加上K partial F partial Z 它本来没有意思 后来呢 我把这个 这个F放进去 它就变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 一个式子了 完整的一个式子 OK 漏掉一个东西 好 这个 就是说 我这个DF啊 就是说 看到X方向 它每增加一个DX 就增加一个DF 它总共增加多长呢 DX长 DX长 那么它就增加多少 好像说 温度 我这里是 30度 30度 好 我每跨一步 它就增加0.1度 比如说那里有个火炉啊 我每靠近一度 每一度它就增加 每一步它就增加 一度 那我走10步呢 那你乘一个10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 定义里头 这个定义改一下 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我很容易 写错东西 写错了的话呢 我不会马上感觉出来 要到下一步 我才会知道 好 那么 我们定义这个叫operator operator operator 在F上面 好 那么我们把 这个量 跟DL 做内积的话 做内积就是 X跟X方向相乘 Y跟Y方向相乘 Z跟Z方向相乘 这就是DF了 DF 所以DF是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说这个 grading F就是T度 所以T度是什么 T度就是一个存量 它是 本身是一个 这整个是一个向量 你看 整个是一个向量 F是一个存量 但是DL grading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向量 好 这个向量呢 可以有三个分量 在迪卡尔坐标 在其他的局面坐标 也有三个分量 好 那这个分量呢 X分量就是 F在X方向上的 单位长度的 变化率 X方向的变化率 F在Y方向的变化率 做Y component F在Z方向的变化率 做Z component 那就是说 以F 在三个分别 在三个方向上的变化率 作为分量的一种向量 就叫做T度 听起来还是不懂 对不对 到底什么东西啊 没关系 我们先下定义 是这样子 等等我们再来看 这个既然是个向量 它的大小是什么 它的方向是什么 好 我先介绍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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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部机器 比如说我今天呢 买了一个大机器 新的机器 请这个同业 亲戚朋友来参观 我这个机器呢 摆在一个大厅里头 摆在这里 大家来参观 大家在这里转来转去看 它就是一个机器 不晓得干什么 只知道它是一个机器 只知道它是一个算符 你是什么机器不知道 然后我来表演给你们看 我这个机器能做什么 比如说我从这一边 我把机器丢进 一只机进去 机丢进去 这一边就出来了 鸡肉罐头 如果这里我赶一只猪进去 猪肉罐头 如果我丢一只牛进去 这牛肉罐头 你就知道这个做什么用的 是罐头的机器 对不对 你必须要看它的作用 你才知道它做什么了 然后你也很害怕这个机器 万一你掉进去 出来的是人肉罐头 那么这就是operator的定义 我们知道operator了 这个operator operator在f上面 它就变成f的t度 那就表示 这里我写错了 存量 它没有方向 就是说我这个方向的增量 是多少 总共有dx 远 它增加多少 这个方向也增加多少 这个方向也增加多少 好 很好 马上有同学就发现了 你如果不发现呢 就怎么样 就一路一路戳下去 我现在这个毛病 越来越厉害 年纪越大 越来越厉害 所以你们一定要一起来看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t度 现在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t度啊 什么叫做t度啊 t度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假设 假设 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 与dl的夹角 与这个向量的夹角 为θ 如果它夹角是θ的话呢 则 df 就等于 这个大小 乘这个大小 根据内积啊 内积的定义就是 这个向量的大小 乘上 dl向量的大小 乘上 两个向量 夹角的 余弦函数 是df 好 现在我们看 假设呢 θ 等于零的时候 θ等于零的时候 θ等于零 那就是这个值是什么 最大值 对不对 这什么最大值啊 因为这两个如果是固定 那θ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乘一啊 θ不是零 它就要打折扣 所以 df 它是等于 df的 maximum 它是等于df的maximum 好 那这里就 告诉我们 那么 那么gradingf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gradingf的大小 它是等于 df的maximum over dl 的大小 那就是 gradingf是什么 就是说 你每前进一个dl 它df有最大变化的一个值 最大变化值 好像我们走3 这个3可能不一样的平 这边上去比较陡 这边比较不陡 比较不陡 但周围还有变化了 你从同一个高度 往这里爬 往这里爬 那么 就是说 你往前走一个dl 我们换一个这样的 方式来画 我们把它的周围画出来 它就是这样子 这等高线 等高线 比如说这个是50公尺 这100公尺 150公尺 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走 原先在这里 我从这条路一直走到这里 高度上升多少 50公尺 对不对 我从这里走到这里 高度也是上升50公尺 但是如果我走一个最近的一个路径 这个dl比这个dl跟这个dl都小 也是50公尺 所以从50公尺到100公尺当中 我走最近的路径 那么这个50公尺 被这个dl来除 就是说我每前进一公尺 它上升多少 这个上升是最大量 这个叫做t度 就叫做这个t度 它也不是这里 也不是这条路 就是最短的一个路径 所以我们说 grading f 它的方向 就是朝 它有方向 它的方向 就是朝df 有最大空间变化率的方向 最大空间变化率的方向 这是方向 大小呢 大小我们就从这里来看 grading f的大小 因为它的三个分量 我们都知道了 三个分量都知道了 所以它就是等于 这三个分量的平方 这个是grading f的大小 grading f的大小 就是以f这个量 在三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 的变化率 的平方和 在开平方 就是它的大小 它的方向呢 这是大小 方向就是在 f有最大 变化率的 这个方向上面 所以grading f 你最后两句话 你要写出来 我不一定要 我不一定写出来 但你们在下面 一定要写 grading f 它的大小就是这个 每一项就是 f在x方向的变化率 f在y方向的变化率 f在z方向的空间变化率 平方 再开二分之一 再开平 平方以后 再开平方根 那么方向就是 它有最大 变化率的方向 最大变化率的方向 第二点 这是我刚刚讲的两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那么这个方向呢 有最大变化率的方向 你可以这里 也可以这里 到底是这个箭头呢 还是箭头往这一边画呢 我们规定它 规定它 它是从 f比较小的直 直向f 较大的直的方向 这是规定 我们定义它是这个样子 本来 你只有最大空间变化率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我下坡 一个是上坡 规定是 这个方向 这三点 你自己写起来 一 二 三 gradient 所以 什么是gradient呢 我们告诉 我告诉你说 gradient是这个东西 就是f 在三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变化率 作为分量的一个向量 我们听不懂 不容易了解 实际上它隐含着这些 那么这个我们就介绍到 gradient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对 谢谢大家